中国磁州窑国务馆是因为我作为全州海外交通室国务馆的推荐官 曾经在海郊馆里面讲解和这样一讲 这件文物当中是我们磁造窑的产品 但是它上面的花纹却是来自磁州窑的工匠 那个时候中原和海洋连接起来 河北磁县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磁土 燃料 还靠着张合运输方便 有着得天独厚的至磁条件 其实古代磁州窑戏分布范围十分广阔 西启宁夏 东底山东 北至内蒙 南到安徽 就连福建的泉州磁造窑都受到了磁州窑的影响 磁州窑把传统的书画艺术与至磁工艺结合在一起 在装饰技法上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官窑的单色右局线 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 开创了白地 黑花 右下彩绘陶瓷制品的装饰线盒 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以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更是我国现存烧造器型最为丰富的民谣 对 就是民谣 我个人似乎特别偏爱民谣系的陶瓷器 因为民谣的匠人更加的天马行空 信手拈来 而官谣的器皑美 亦是美 但是毕竟是官方指导的审美 似乎总有着一些边框 所以作为老百姓的我 天生喜爱这些够得着的民谣器皑 替花是瓷周咬瓷器最为精美的装饰手法之一 通常是在挂有化妆图的漆披上替刻花纹 利用化妆图与色柚 披苔 质地 以及烧成后的颜色 不同使纹饰显露出来 三彩器早在唐代流行 后期大大减少 而到了宋经聊时期又重新出现 并且有所发展 这个三彩装饰则是以刻华甜彩手法表现 同时也采用了唐代的模印 贴花 镂空 捏素 浮雕等工艺作为装饰 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三彩器主要特点 此周咬文字书法装饰与酒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产品当中有很多是成酒的器物 所以产品上有大量的与酒文化有关的文字 不仅有酒馆的名字还出现了酒的名字 比如梨花白 在宋代就已经是一种美酒的名字了 汤贤祖的《寒丹记》第三折入梦中这样描写那只可以做梦的神奇磁枕 呀 原来是磁州烧出银武侠 却怎生两头露出 通明下 莫不是睡起瞪眼错花 由此可见 在汤贤祖生活的时期 磁州地区烧制的磁枕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别看 磁州是内陆城市 但是河运加海运 磁州窑的产品也是远消海外 朝鲜日本多地出土了众多的磁州窑的器物 而且也对当地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在北宋中期 磁州窑晚上就有着白地褐彩的梅花纹出现 至今在日本还留藏着许多这样的碗 大概是明中后期 海静开放之后流传过去的 日本人很是喜欢这种装饰 并无认为这种装饰来自朝鲜半岛 因而称之为 绘高丽梅波茶碗 据说 在日本文化中 梅花纹被视作天满天神 是掌管学问的神的文章 多用于夏天举办的天神祭茶会当中 在博物馆中 我们除了通过文物来了解古人的生活和审美 更可以通过文字将千年前的人间烟火完全复原 比如 这方经代辞诊上写着 杨柳青旗 姑九市 桃花流水 钓鱼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